你好 今天要给你看的一个案例 是在一个节目的类别 或者形式上面有所突破 有点出圈跨界的意思 非常棒 好 我先从头开始讲起 在自媒体里头 节目的类型有很多种 口拨类的 不出镜的 做手工的 然后Vlog这种形式等等 在这形式里头 你知道老胡特别喜欢几个大类 比如说手工 比如说动画 还有反应类的视频 好 关于反应类的视频 我以前做过好多期节目 你只要在我的频道里头 在这边搜索反应 这两只就能找到 我以前做的这些案例分析 反应类的视频 有一个共有的特征 就是说 我还有个东西让我做出反应 对吧 所以它是对别人的视频 进行某种程度上面的反应 注意这个反应不是评论 不是点评 不是批判 它这个反应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种形式 有的人做的就特别好玩 它的特点是什么 是对别人内容进行反应 我为什么要反应那个内容 我抱大腿 我蹭流量 不是吗 所以这个是有很多人看起来 好轻松 我自己不用拍片 打开个电脑 边播放 边做出一些反应 一些鲜血一些情绪 或者夸张的表演一下子 到不见得有多少思想上面的深度 或者是技术上面的一些深刻的评判 不需要 所以这一类看的人觉得好像挺容易 但其实相当难做 因为你看到一些比较低劣的反应类的视频 就在那撒笑 就在那知道把做部分砸盘子摔椅子这一类东西 那个是反应 但是那个反应不好看 太粗比太low 不是一个智力层面上面的一个反应 好 那这一类的话 当然有些做得很好的佼佼者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头也介绍过这样的例子 但今天要给你看到这个例子的话 是有点出圈跨界的意思 我前面讲的 所以我刚才这一段跟你讲的反应 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反应类的视频 就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 今天我给你看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来着抖音 是在抖音号 叫做巧利日记 大家知道我看很多抖音 我抖音短片 我起码看的几百万只短片 花好多时间去 为什么 你知道抖音上面的 就是很多人的创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你从一个短片里头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 形式上 内容上面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创意 非常鲜明 非常深刻 你要在油管上面来学习这类东西的话 效率极低 我花一个小时在油管上面 和花一个小时在抖音 或者TikTok上面的话 我看到东西的量级完全是不一样 好 所以这就是老胡为什么经常打抖音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 今天给你看一下巧利日记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好吧 首先 以后你要是想吃辣子鸡 就和我这样做 现在我就想吃辣子鸡 您说怎么做 你只要选用鸡的左腿 去掉骨头 鸡的右腿可以吗 去掉骨头 再切成我这样的小丁丁 切成您这样的小丁酵酒 一勺生丘 一个鸡蛋房 再来一勺淀粉 一勺生丘 一个鸡蛋房 再来一勺淀粉 下锅炸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来备孕 锅流底油 倒入葱姜蒜 发椒 干辣椒 发生米 锅流底油 倒入葱姜蒜 发椒 干辣椒 生抽調味 翻炒五六七八下 撒上黑黑的白芝麻 春发 翻炒五六七八下 撒上白白的黑芝麻 葱发 喜欢你就点个赞 做给老胡 好 你看到 它等于是模仿别人做菜 这是一期节目 别着急 我们继续往下看 比如说 再看 这一期 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饿了 好累妈去给你把饭做 好累妈去给你把饭做 妈妈我 妈妈我渴了 好累妈 渴了 好累妈去给你烧水喝 刚做的棉袄穿上吧 我是妈妈的小棉袄 妈妈总是想做我 谴证一下 趁这个时间做一下 最近的兼职 就是有生 这个视频 它也是模仿别人在做 我为什么给你举这个例子 这个完全是个失败的 就是它做的 跟原来这个人做的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但是特别好玩 特别搞笑 特别真实 并不是讲 你要模仿 某个美食家 然后一定成功 然后讲 做出来真的好吃 或者是什么样的 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 这种语言上面的搞笑 它就实际做出来的结果 不要紧 它不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别人的做法 所以有的时候反击到行之 比如说它找不到调料 找不到配方 手上没那个东西 然后用别的东西替代 然后最后做出来 不咋的 也是非常非常棒 大家看得乐此不疲 这个形式 好 我们再看 再看一期 好多不同的类型的 先看看这一期 把品相好看的丹宗草莓一切二 把长得好看的山西草莓一切二 像我这样在模具里面摆上一圈 像您这样在模具里面摆上一圈 来给蛋黄杀杀菌 然后倒入400到500克高品质的巧克力 融化巧克力 然后凭感觉倒入巧克力 融化巧克力 汉吸再加点 把巧克力酱直接 好 这期节目 跟我接下来要给你看的另外一期节目 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有什么特点 跟上面两句 好像做一个葱油饼 模仿别人 我告诉你 这期节目的特点 是它这期一期带货的视频 也就是说 你在抖音上面用手机去看的话 这是下面挂小黄车的 所以它这个创意就厉害了 通常我们讲 好 这个葱油饼能卖掉几十万份 是一个畅销的 在联盟精选里头 很好的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想来做一些节目 来卖带货带葱油饼 对吧 我不知道卖掉一袋 可能赚个5块8块 或者10块钱这样 它用这种方式 居然能用这种操作业的方式 跟别人在一起来做 而不是讲 我这期是带货 我就自己来做好了 所以它跟着别人来做 显然那个人 它模仿的这个人 也是一个带货的视频 然后它模仿他的 人家不会生气 这个特别好玩 它这种形式 跟别人就像拍同款 这种感觉 并且它 你看它的拿捏的尺度 每当跟别人学的做的时候 并不是要去贬低别人 要去丑化别人 它往往是自己 笨手笨脚那个样子 去模仿别人 向别人致敬 这种感觉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看到 没有谁想对它这种操作方式有意见 通常我们的讲是 我们看到的 包括我们有群友或者同学 都做这一类东西 我来跟着大咖学做菜 英国的大美食家 或者美国的高点师 我就来向他来学做 然后最后做出的结果 我希望能够弄得很复杂 那么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他就要播放他的片段 然后我再来重复他这个片段 就有一个处理的问题 我采用多少的片段 才算是合理 不要造成一个版权的问题 对吧 像这个就处理的特别好 所以为什么 我今天开头都是讲的是一个 叫做反应类视频 它是从这个地方切口进去的 并且这个过程是高度的这样一个对比 一段一段的 就是他的原片的精华 和我的关键步骤的精华 一步步的进行对比 形成强烈的这种反差 刚才大家看见的大白兔 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原作者做的那么漂亮 他做的这么丑 是很失败的 挺好玩的 然后他解说也说的挺好玩的 他有好多期这样的节目 是挂小黄车在卖东西的 但是用这种形式呈现 非常非常棒 那紧接着我们再看 比如说油条 那炸油条对哪说了 哥还不会炸油条 好的我也来学一学 一斤面粉 一碗面粉 加盐四特小收打 搅匀温水和面 搅匀温水和面 揉成面团 请面拌个小时 揉成面团 请面半个小时 手上抹油 保鲜膜把它扔进冰箱 冷静一晚上 取出面团放在案板 不要揉 取出面团放在案板上 我也不揉 用手推长 你看他几乎可以对标任何一个 就是你做手工的也好 做面食的好 卖货的也好 他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说 你只要哪一种东西好看 我就可以模仿 从类别这个角度来 他当然现在是讲 他的属于是美食这一类的 他如果我们在油管上来做这种东西 我完全可以模仿所有的任何人 对吧 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特别好玩 我就得模仿他做就是了 所以这个我是从类型上来讲 所以我并没有讲 是实在美食这一类里 我把它列到反应类里头 像大爷在这边做油条 我不太清楚 他也许不是一个很大的号 但这期节目的话 他能够跟他产生关联 大爷的很多粉丝 就会注意到这期节目 所以他是跟从大号小号 卖货的不卖货的 所有都常往他这边 这个吸星大法一样 这个特别厉害 这一招 因为这个大爷 不过他有多少粉丝 30万50万或者100万 他的粉丝会注意到这样的一起节目 或者是你做节目的时候 可以去圈这个大爷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就会像这样的 像病毒一样的会传递出去 并且他不是盯的一个人做 比如说我们讲 跟王刚老师学做菜 那你只盯到王刚一个人 对吧 然后你顶多就是这样 我在跟小高姐在做两期 所以一抄的人就非常有限 他这个没有 他爱跟随学就跟随学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随便挑的几节目 他对标的对象都不一样的 我们再看 比如说懒人松饼 你看对方连不说话的 他也照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反应 我最想见的某人 其实我 好 我们再看 再看一个 这个是 鱼鸭也桑桑 唱歌的 再看这个上面 脆皮蛋挞 这也是卖 在我家 在海蒙家 不管大人孩子都特别爱吃蛋挞 我也特别爱吃蛋挞 尤其是刚烤出来的 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sorry 尤其是刚烤出来的 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所以家中常备这样半成品的蛋挞皮 我家也是常备这样的蛋挞皮和 你看这也是带货的这个视频 很多做油管的同学可能不知道在抖音上面带货 实际上是能够做得好的很快能出成绩的 并且能赚到钱的 虽然是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很多人死了以后讲很困难 但是如果操作得当 在抖音的确是能够赚到快钱 并且能做得挺大 很多可以不说话的 不出脸的 甚至还有一些非常暴力的方式 就是大力出奇迹 高产卢母猪 就这种简单的方法 然后反复发片 一个产品拍50个视频 甚至还有一些在广东的那些卖牛肉丸的 它就是一个题材的视频 发上万个 发几十万个这样的视频 然后不断的刷 不断的对推荐的系统进行冲击 然后它因为是要转化成销售单 所以它等于是讲 我利用你这平台做免费的广告 我就转化率再低 我也能卖出东西去 就是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 在其他的平台看不见的 极其暴力的 极其直接的这种方法 或者所以我如果讲 你真的是想做自媒体 能够想进行电线的话 大家都应该去好好研究一下抖音 或者是TikTok 这将来都会有很大的前途 我不认为油管上面的 Shorts 或者是讲油管上面的 直播间里头的各种各样的 赚钱方法 将来会做的会比TikTok 或者抖音更好 我在最近的几节目里头 你看油管的一些 推出的新的赚钱方法 或者我都提出了个人的这种批评 我认为油管的动作太慢 这个是国际大公司的这种官僚的体制 的确是在这里头 他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 反垄断竞争 然后社会公民 各种东西考虑的太多太多 然后一线的程序员 他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些新的东西 快速的推向市场 所以总是反应的挺慢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 也强烈建议大家 应该花时间去刷抖音 不要认为抖音好像是太low了 我们应该做高雅的这些东西 对你可以做高雅的 但是就像作家要到乡下去采风 就像原来的艺术家要去体验生活 一个道理 你一定要到最前线最前沿去看看这些 就是数以亿计的内容创作者 他们在这样一个野蛮生长的环境里头 出发出来的创造力是非常惊人的 今天这个例子 他所表现的在反应类 这一类视频上面的突破 是非常有创意的 我建议大家认真去看一下这个号 这不是独立的 不是他一个人在这边做 有好几个 我只是讲把它拿出来做个例子 所以这是一个形式 我们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面 来对这样一个现象进行思考 然后看看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接见 可以用到我们的时间当中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